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蓝星金流的服务 蓝星金流算是台湾满主流的金流服务之一 在我们公司也是使用蓝星金流 因为今天的程式码其实非常长 所以我就不一一的重新做撰写 在我的储存库里面到时候会付给大家 这个储存库有包含完整的程式码以及注解 所以等一下我主要会来介绍的是 金流它在运作的流程 还有在程式码上面它的相对应的行数 我会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 你认为只要把技能学好就能开始求职 所以很认真的掌握各项知识 但现实是常固的 真材厂商大多需要看到作品 才能决定是否要求面试 比如作品13班 不仅持续补足你的框架知识 三个月的时间还能带你完成独立作品 2023年新班次 还加入粉组开发 那今天所使用的云服务呢叫做Liber 在使用这种金流服务 请确保你有云端的伺服器可以做上传 因为许多都需要 有云端伺服器上传 它才能够做完整的测试 那今天所使用的这个Liber这个服务呢 它有包含提供免费的HTTP的网址 HTTPs的网址 如果呢你没有HTTP的路径的话 它也是没有办法做验证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像这种金流服务啊 它是怎么样去做验证的 怎么样去做运行的 那首先呢第一个步骤就是 它会先建立订单 所以这边呢用户端呢会去建立订单 那这个建立订单呢某方面是用户跟我们的服务呢 来相对应进行完成的 那我们今天会提供一个蛮单纯的一个建立订单的界面 那建立订单的话 我们的界面只会提供就是填写email 还有一直到填写它的品项等等的 好那接下来呢建立订单之后会提供一个界面 让用户去确认单 所以下一个呢是确认订单 好那确认订单的过程中呢 主要是让用户确认它的填写内容是否正确 那么在整个金流的过程中 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 确保这个资讯呢是可以提交给金流厂商的 好那等一下呢会再说明一下这一段 好那订单没有问题之后呢 它会转到 这边会转到蓝星金流的平台去 好所以这一段呢再往下呢就是蓝星金流 好那这边我在画的时候就稍微画大一点 这边会到蓝星金流 那么为什么会使用到像蓝星金流这种金流服务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啊金流要串接其实是非常多 像是每间银行有它的信用卡 信用卡厂商很多嘛 另外呢 每个银行端呢 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ATM 那除了ATM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人会选择做超商付款 这是我们自己在实作中 其实用户在付款上面的手段就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透过蓝星金流的话 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做串接 它里面就包含许多的金流的服务 那么转到蓝星金流之后 蓝星金流会提供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是让用户来做填写的 这是填写 填写金流资料 填写金流资料 所以像是如果它选择的是信用卡的话 那就必须把信用卡资讯填上去 那如果它是使用ATM的话 它会提供相对应的界面 那填写完之后呢 它就会再回到蓝星金流 那它会去跟信用卡ATM超商等等 就去做确认 那确认完没有问题之后呢 这蓝星金流的工作主要就是 跟银行端或者是超商端做串接 另外一个就提供界面 最后呢它会回到我们的站点 那回到我们站点它会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给用户看的 那这一段呢是属于一个转子 这是一个转子 然后转子呢会到一个 它会使用的一个叫做return的一个方法 return那等一下会提到这个return在哪里 它会直接呈现结果让用户看 所以这个结果跟实际上金流的运作 不一定有绝对关系 但是通常这个就是用户的 用户所收到的结果 然后另外呢还会再做一件事情 另外还会做一件事 另外一个呢就是会做通知 这个通知是通知什么呢 是通知伺服器 通知我们伺服器说 它的这个交易 实际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所以结果跟伺服器所收到的通知 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呢我做那么久 其实这个几率是蛮低的啦 好那刚刚有提到 在建立订单到确认订单之间呢 还有一个流程 因为我们会把这整个订单内容啊 透过phone就是表单的方式啊 直接传给蓝星金流 所以这一段呢 我们的资料啊 在确认订单之后会进行加密 包含说它是多少钱 它的品项是什么 从哪一间店家所发出的请求 都会一并的加密到这里面 所以phone post在送出去之前 这些表单内容是经过加密的 那用户看到这些加密内容 它也没有办法直接做使用 那因为这些内容是被加密的 所以蓝星金流本来就会给伺服器 提供一个叫做key 以及一个叫做iv的东西 那这两个呢 都是用来做加解密的一个资讯 所以当伺服器呢 有了这些key跟iv之后 它所加密的资讯 跟蓝星金流所收到的 都会是对应的 好那接下来呢 在交易完成之后 它会做通知 那这个通知呢 也是加密的资讯 所以其他人如果 其他人如果收到这个加密内容 他没有办法直接看到 那另外呢 就是在伺服器通知的部分 因为用户啊 不知道你的key以及iv 所以他没有办法呢 直接篡改一份交易内容 到你的伺服器里面 避免造成这种错误的订单 好那也可以确保说 这些订单内容呢 都是由蓝星金流所发出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 稍微说明一下 如果你要使用我们所提供的这个范例程式码的话 他该怎么做 那下面我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其中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 里面我有提供一个env环境变数 sample的一个档案 那在环境变数这里面呢 就必须填入这些资讯 首先呢是你的订单id 还有key以及iv等等 这个都跟蓝星金流的网站做申请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在蓝星金流网站呢 去申请你要的商店资料 还有还有hkey hiv等等的 那我也稍微说明一下 目前啊所看到的这个蓝星金流啊 三个w呢 这是他的正式站点 如果你要进入他的测试站的话 他会在前面多一个c 这两个站点是长得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呢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主要一个是正式 一个是做测试所使用 好那么你如果是正式机 你就带入正式机的资料 测试机呢就会带入测试机的资料 这是理所当然 那原则上啊 你只要是其中一个啊 算写通过的话 你只要把key跟iv换过去 他是能够直接运作的 好那再往下是他的版本 那版本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填写2.0就好 那我们这个程式码是2.0的版本 如果之后有更新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还是想要2.0版 这边就继续填写2.0版 他一样是可以运作的 好那再往后呢 是有return跟notify的网址 那这网址啊 请用云端的伺服器 他才能确保他能够运作 他没有办法 这个notify没有办法直接转到 local端 所以一定要用云端去做运作 那最后呢 后面有一个pay gateway 就是你所对应的 API路径 那么在路径上的话 差异就是差在 这边呢 有多一个c 他前面有多一个c 都是测试的站点 那如果没有c的话 就正式机的站点 那测试机跟正式机啊 也请确保 你所对应的 商店ID啊 Hkey HIV呢 这都是有对应到的 那如果你填写完成之后 你就把这个example去掉 就是另存一个新档 就是环境变数 好 那么主要的档案呢 都会在 root index这支档案里面 好 那么等一下 我会稍微说明一下 他是怎么样去做运作的 好 那也稍微提一下 如果你有申请 就是 你有到蓝星金流去申请的话 在我们画面的右侧啊 可以找到这边有个商店资料设定 会员中心 商店资料设定里面 就可以找到 刚刚所提到了 商店代号 就是商店的ID 然后呢 你再往下找呢 就可以找到Hkey跟HIV 那这里面他是有值的啊 只是目前被我清掉 因为许多学生都直接拿我的Hkey 跟HIV 我不懂啊 这边请同学自己去做申请啊 那目前所运作的这个范例啊 是没有提供信用卡的 那如果你要的话 你就直接申请 测试的部分 蓝星金流通常申请就会过 但是正式机啊 你就必须提供更完整的资料 他才会开通给你 他才会开通给你 好 那今天所使用的云服务啊 是这款Libre 那Libre 他在运作上面 他有提供一个HTTP的网址 是不需要另外付费 只要跟他申请 他就会提供 那如果你想要运行 像蓝星金流的话 一定要HTTP S的网址 那如果只有单纯的HTTP 他不一定能够成功的运行 好 这边要稍微提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Libre的站点呢 我就另外开在旁边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他的运作结果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他运作结果 主要就是Log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运作的网页 把它打开来 运作网页把它打开 好 那等一下会在几个页面之中 做切换 那首先进入到这个画面呢 目前是单纯的建立订单的首页 那建立订单首页 他会去触发一个路由 他会做一个表单的发送 就是Create Order Create Order 所以你当你按下右键 检视原始码 他会去触发Create Order 这个Logter 好 那在建立订单的过程中 我们就必须把订单的资讯 给建立起来 包含它是什么商品 然后他他输入多少金额等等的 除此之外 我们在这个流程中 就会进行加密的行为 我会做加密 好 所以目前呢 我们就从建立订单 一直到加密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也可以来填写看看 好 这边的话你就 我已经有把部分栏位都补上 所以你要改也可以 不改也没有关系 只要把email给填上就好 好 那接下来送出订单 送出订单之后 你会看到这边有好很多栏位 其中就包含了 里面呢 有商店ID 然后还有加密后的资讯 所以你按下右键 简视原始码 用户啊 如果单纯啊 去修改 比如说金额啊 或者是他商品名称 这样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都会跟这个加密的资讯做比对 确保用户不能篡改这些内容 确保用户不能篡改这些内容 好 那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呃 如果进入到云端伺服器的 你可以看到最下方这个地方 有包含加密的资讯 这边呢 就是透过啊 我们这边所提供的程式码进行加密 那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这个加密过程中 到底做哪些事情 好 那接下来送出之后呢 我们就会到蓝星金流的网站 所以如果回到Goodnote的话 就是到我们画面中间这个区块 那中间的区块呢 就是让用户去填写 他的一些交易资料 好 填写加相关交易资料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这个服务啊 目前的申请这个账号 没有包含信用卡 如果你要的话 其实如果测试机 通常申请就有 好 那你串接的过程中 你只要串接到这一页啊 基本上 你不管是信用卡或ATM 他能过 基本上全部都过 好 那到这一页之后啊 你如果要快速通过 我会满接 你就选择Web ATM 然后后面两个打勾 那中间再 要选择这个华南银行 那如果你这个流程能够过啊 不管是信用卡或什么 都是一样都可以过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就进行一些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 他就转直到 我们用户端的界面 好付款完成之后 在用户端呢 就只会看到结账成功 也就是我们goodnote的这一段 用户在填写完金流之后 会回到蓝星金流去做金流的处理 然后刚刚我们是选的ATM Web ATM嘛 那ATM处理完之后 他会帮我们转直到 前端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给用户端看的 用户端看的这结果呢 我们伺服器基本上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 就让用户看结果就好 那实际上要处理的是背后的通知 回到Libre上面呢 我们也对应一下程式嘛 再往下呢 会有一个notify 在return的部分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那notify的话是确认交易内容 那交易内容的话 他所提供的是一段加密的资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做解密 做解密 解密之后 我们回到Libre的站点 可以看到 他在解密后就可以收到 实际上蓝星金流 要传给我们的相关资料 包含这个订单编号 订单ID等等的 还有他是使用哪一种付款 他付了多少钱 还有他的付款时间 都会包含在里面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做二次的确认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再把这个订单储存到资料库 好 那所以这一段程式码呢 后方都有提供相对应的说明 那也会说明说他对应到文件的哪一个画面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蓝星金流的网站 那蓝星金流网站呢 在这个地方蓝星金流网站呢 也有提供API文件 那API文件呢就会跟我的翻例程式码的页面原则上是有对应上的 那今天呢就介绍台湾蓝星金流的创接方式 如果你对于金流的创接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直接下载这一份原始码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方式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影片 今天介绍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